HELLO 我是阿怪 今天要介紹守護德比 守護德比是由獨立工作室 Rising Way推出的全新即時戰略塔防手機遊戲 主打緊張刺激的心理戰和牌組之間的組合加成 為塔防遊戲帶來全新的趣味 遊戲是競技類型的即時塔防玩法 每回合將由四個玩家參與 一開始會有一個自己選的主角 然後會在你的牌組中抽取兩個卡牌 這就是你初始的狀態 在安排上陣之後就會開始第一回合 每一個玩家在同一時間也會進行戰鬥 在遊戲中可以透過競架來招募卡牌單位 並且利用手邊持有單位進行固陣 可以將同類型的單位部署為一列 就可以增加30%的攻擊力 而相同整組的部分也會有不同的效果 玩家需要在一波波怪物的攻擊下 守護好自己的城堡 直到成為最後一位生存贏家為止 這款遊戲最大的特色就是在戰鬥中 分析敵方陣營之後 大膽運用招募系統 還有各式不同的牌組加成效果 拿出每個人具有戰力的塔牌隊伍 盡情享受有如史詩般的鬥之大戰 目前遊戲的台版正在車子當中 預計會到5月11號 那我們看一下遊戲的畫面吧 好嘍我們要開始了 今天玩這款遊戲叫做守護得比 它算是一款蠻特別的塔防遊戲啦 我們先來示範看目前在做教學 最重要獲勝的話是守護誰的層次比較久嘛 要出價嗎 看一下他的攻擊 別人也會買是不是啊 哇哦要先購買 所以我們是要跟別人一起 哦這個是一個耐力賽欸嘿嘿 哦人族獸族精靈他們會有不同的加成 他挨在一起才會有 欸他畫面不能贏哦 好可惜哦 我以為畫面會有一點3D 好現在將移動到適合的位置是不是 斜線相同單位直排跟橫排會有不一樣加成 等一下我聲音關小一點 剛剛有點大聲 所以這樣子的話 哇嗚物理跟魔法 靠等下有點複雜 有點複雜感覺起來有點複雜 別人目前都還在打就對了 我們有錢嗎我們只有12塊 原來是這樣子玩 這樣嗎 率先打爆敵人的話是不是有什麼 一開始啊 因為那個 這個遊戲又是塔防類型 我自己是沒有太多的期待 就反而剛剛這樣子玩起來還是有一點特色的 所以我們要積 應該要累積很多一點的基礎卡牌吧 是不是這樣子吧 我們要編輯一下 我們現在戰力是3000多 現在是一個基礎的 喔法師要放上面 不然這樣子 教學就結束了嗎 好我們現在要試玩一個禁忌 基礎關感覺也不錯 我是沒想到他把這個做成 這麼有趣 因為我以為就單純的 我以為就是塔防 七波我們現在要買那個了吧 目前只能照他照我們一開始的戰法 對不對 還可以使用技能 還可以使用技能 啊幹技能只能使用一次 技能只能使用一次 我現在有20點我們看要買什麼 烏絲喔 烏絲我還好耶 平均出價就好了啦 因為現在還有錢嘛 但是因為烏絲他現在給我的戰力沒有影響到很多啦 喔有緩速效果 一開始應該是有一點簡單的玩法 後期的話應該會多一點難度 防禦成功 右邊那個男生他率先完成 喵喵素絲 平均出價就好 因為我可以完成素絲三連線 啊幹 那個人今天出14塊 還是要有一點等待的時間 欸我怎麼蕩蕩蕩 欸我怎麼蕩蕩 可以看到右上角可以看到別人攻擊的速度 可以移動啊我為什麼要移動到這個位置 弓箭手 9碼好不好 我們要買到這個弓箭手 幹浪費了 所以他們要的是魔法師啊 欸等一下 我們再一個戰士或一個法師都可以 我這樣一直撐下去欸 喔我們得了一隻新法師 靠腰啊已經變惡心而已 但沒有不好啦 要一個技能啊 又一個技能啊 喔 還有一個防禦成功欸 所以只剩下我跟他買了 我覺得他會想要出架多一點我們出8好了 因為我只剩下 12塊嘛 對不對他一定出大高一點啦 剩下我跟那個那個那個人而已 哇他已經那麼多隻了欸 他有123456 6隻角色 但我的好像我也有惡心所以我的角色好像比較強 看這個人攻擊超強 喔還好還好 來得及嗎他 他剩45滴血 分勝負了啦 這樣子啦 這樣子啦 12塊啦 我看你也只有12塊而已啦 我們要直接拚那個了 這樣 差不多啦 他應該沒了吧 你看他還活著好煩喔 我沒有錢啦 對啊 我沒有錢啦 他的那個格子快塞滿了 來得及來得及 他 他剩兩滴血他能撐到最後嗎 他剩兩滴血 出局 OK 一場其實不久大概5分鐘 其實玩起來也蠻好玩的 最主要說我們要看我們要怎麼 儲備好我們原來的原始卡 還算蠻新鮮有趣的啦 還算蠻新鮮有趣的啦 我們就解鎖這個訓練場 普通的劍士 是 稀有三星巫師 好像本來就有了耶 現在的牌組是 但是 我覺得我現在這個牌法不是太好耶 他說基本的牌法要一直線嘛對不對 會增加18的 20%的 遊玩模式 我反而想要玩闖關模式耶 這時候80之後才有 好可惜喔 也會有闖關特別闖關模式 好可惜 好再玩一場吧 好可惜喔 法師 這個地方 然後劍士也是遠程攻擊 唉唷 我覺得我的速度不夠 喔唷 在那個最危急關頭 我要先買一隻啦 死啦 我猜 我先搶好了 我先搶 我先搶啦 我要先搶 我先搶 我攻擊範圍好低喔 又在緊要關頭才完成 欸不行不行不行我覺得我這個不太強 好平均出價就好了 我覺得被人家搶走因為他們很有錢 可是我覺得我的買法好像不太對耶 應該要二星的才夠對不對 現在人多其實沒有用要二星才有用啊 好現在我們就是籌備二星角色 冰宮 隨便啦 7就好了啦 唉唷 我只有7塊錢而已 我也只有7塊錢而已 自以為自己很多錢 我先看看如果來得及我們就不用技能 好啦 用技能好啦 用技能好啦 早一點用 安全一點 別人 別人已經損掉了一大堆血了 剩下是一波14 我們現在是得到這攻守是不是 其實攻守的範圍很大 輸掉一個 好把這個防守擺後面可以了 9好了 我這劍勢可以加強 但我不知道他要不要 OK 我劍勢升級了 感覺升級還是有用 也撐到後面 但是那個劍勢的放攻擊有點 太近了 贏了 闖關防守 看他這什麼 喔 可以買一個時間召喚 三星 感覺蠻強喔 三星嗎 喔 火槍兵竟然是三星的喔 火槍兵的範圍超近的 火槍兵的範圍超近的 但好像攻擊很強 女武神才一星 好啦 我完成了課題 我想玩闖攻模式 我覺得闖攻模式蠻有趣的 用靈藥來增加你的英雄單位 喔 我們完成了教學 我們等一下可以玩闖關模式 風壺 這個是其他冒險的一些副本吧 闖關模式看看囉 那我移動位置啊 要移動位置啊 闖關模式都這麼簡單喔 在那一個 看一下 有什麼 或者說